在拉起封鎖線的車禍現場 此次志工生生祝念 一句句遺體陸續被救難人員抬出 志工祝念 祝福王者領安 來的時候呢 看了一句一句的大字 真的心裡很難 我們就開始在這邊祝念 那就開始下聯絡王 趕快請你世界 趕快準備過來這邊 現在目前我們大概有三十幾個人 在現場練 這場發生在13號夜間的國道車禍 釀成30多人往生的慘劇 南港區志志工 約莫在晚間10點接到訊息 當下立即啟動緊急關懷 除了助念 也送來麵包和飲用水 為救難人員補充體力 救護人員他們現在口渴 他說看有沒有放點水 還有就是有的怕已經冷了 因為今天的風很大 然後他就說看有沒有薑母茶 所以我們馬上就動員起來 就趕快除薑水還有就是礦解水 寒風刺骨的黑夜 救難人員不歇 志工關懷的腳步也不停 大家先問這場的志工 蕭惠玲 徐企和台北報導 從此理ح地不停 你不會這樣子 我可以打想我 可以打想我